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简单易懂 快速上手 元神 流浪者4.6版本复刻攻略 您的输手法很简单 作为对普攻和重击两种输出方式 对有加成的前台助长左C 输出手法占也有两种 以重击为主要输出方式时 开启一技能后连续重击即可 散明的重击有预输入机制 只需要再看到风眼出现 或听到秀的音效时封该普攻键 再紧急地按下下一次普攻键 就可以完全连续流汤的重击了 以普攻为主要输出方式时 开启一技能后6A闪即可 最后9时在使用班尼特做队友 或剩一屋选择沙楼套时 最好在开启一技能之前重击一下 这样就可以做到出发沙楼适应道特效 也可以稳定通过班尼特Q键的燃火 普攻流与重击流的选择 要根据怪物环境以及角色配置决定 当怪物分布较闪时 优先选择范围大薛人墙的重击流 而当角色配置满足 专武与想套6命这三个情况中的任意一种时 由于特效只加增普攻伤害 又先选择普攻流 武器方面一共测试加计算的12把 散兵可能会用到的武器 皮特美巴武器的剩余属性 这算散法中班配对下 散兵前台一轮输出的总伤害 测试和计算的过程非常复杂 就不给大家展示了直接来看结果 普攻流玩法中专武综合数值最高 队伍中携带弗尼娜的情况下 金流剑多也可作为BA武器 四星武器推荐流浪乐章 在一轮输出就可以解除战斗的情况下 表现亮眼 如果实在都没有 先用锻造武器纯属流滑过渡也是可以的 重机玩法中五星武器推荐四凤圆点 万事涌楼大典以及金流监督 队伍中携带弗尼娜时 两把风担武器表现更为亮眼 四星武器推荐流浪乐章 多多可故事机 如果实在都没有 也可以用锻造武器纯属流滑过渡 圣移物方面普攻流玩法中 沙楼四以及携带弗尼娜的猎人士最优 其次是有Q技能时的追忆四 如果选择阿加而过渡 优先选择提供增相的两件套 重机流玩法中 同样是沙楼四以及携带弗尼娜的猎人士最优 由于中机流的武器 增相素质比普攻流低 提供增相的圣移物 优先级相对比普攻流更高 圣移物此最理质罐只推荐暴击暴伤 暴击率建议保持在70%以上 暴击率够的话就在暴伤头 封伤杯 没有封伤杯就用攻击杯过渡 攻击杯与封伤杯差距在9.43%至15.55%左右 史莎史推荐攻击力 由于法罗三Q技能冷却时间较长 且重离法罗三都可以携带西凤武器潤滑的队伍循环 因此从提高队伍弹伦总伤害的角度触发 闪兵还是需要开Q技能的 法罗三六命时 闪兵的元素出能效率堆至110%即可 法罗三没有六命或使用追忆套时 可以不对充能两轮EQ 天赋加点推荐 三个技能都尽量升高 优先品A 其次E技能 最后大招 品A建议给皇冠 闪兵提升相对最大的命之座为暗命和六命 一命提高10%的普攻重击攻速 并成功少量的天赋封石倍率 在写代萨老师以及金一转武的情况下 10%攻速可以多普攻两次 或多重击一次 普攻流提升11.91% 重击流提升6.27% 暗命根据已消耗的空击率提高Q技能伤害 空击率消耗50.10% 伤害提升达到最大值200% 普攻流提升13.07% 重击流提升17.95% 三命Q技能加3 普攻流提升4.17% 重击流提升5.49% 失明使天赋的石化等于效果额外触发一种 至多三种 在已经天赋燃火的情况下 染冰提升最大 其次是燃水 普攻流平均提升6.21% 重击流平均提升7.12% 五命一技能加3 普攻流平均提升3.56% 重击流平均提升3.11% 六命是每端普攻命中后 偶外进行一次原本伤害40%的邪东普攻 与此同时当普攻命中的空击率低于40点时 恢复4点空击力 至多恢复20点 由于邪东普攻也可以触发雨响套 六命后雨响套也可以作为毕业圣勇选择 此外由于法罗3Q技能操场的buff覆盖时间 即使是燃水加六命同时延长散兵的战场时间 也可以做到主要的buff全程覆盖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散兵的收尾能力 如果你准备给散兵抽专务合谱明之座的话 个人建议优先法罗3买命 其次以2命6命为收取目标 不抽6命的话2命后就可以收手了 35命性价比很低 不推荐单独去抽 散兵是一名典型的助场主C角色 美中不独的是 一技能输出旗舰没有额外的看哪段 为了保证输出时尽量不会打断 所以最好搭配一名护盾角色前攻霸体 中里 透马 莱耶拉都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 只要上了为散兵提供争议的角色 或者资深具有一定后台输出能力的副C 都是可以与着搭配的 那么接下来就以优限级顺序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和散兵契合度较高的队友 第一优限9三位 班尼特 六命法罗山 以及两命以上的弗尼娜 在当火入队时 班尼特协同散兵天赋燃火 待人提升率高达82% 是对散兵资深输出提升最大的辅助 六命法罗山能提供额外的充能 以及一定的巨怪能力 虽然待人提升率仅为65%左右 略限于班尼特 但法罗山的BUFF覆盖率更长 能够更好的四倍散兵燃水 以及六命情况 两命以上弗尼娜则是凭借稳定燃水 高额增伤以及可万的后台输出 总伤小幅度超越法罗山 代价是启动时间较慢 目前散兵最长的搭配 就是班尼特搭配六名法罗山 最佳一个护盾角色 例如钟离 如果你追求伤害最大化 也可以舍其生存把钟离换成弗尼娜 第二优限级有两位 云锦 夜兰 在不考虑散兵天赋时 云锦的对单加上能力 基本于班尼特持柄 待人提升率约为59% 但对群场合中 云锦的34普攻加伤 会很快消耗完毕 夜兰者除于万静有 普攻卸动与天赋增伤 对合伞兵契合度很高 第三优限级的也有两位 秦 温迪 秦可以携带倉国命座 提供攻速和减抗 在针对性能应对 高风杠环境 以及辅助破顿时 有着亮眼表现 缺点神命座后期难度较高 不到失明前 增伤年龄很弱 温迪则是对军环境的好帮手 正将伞民在对军环境时的表现 并且温迪也可以一起吃到法罗山增伤 除此之外 菲西亚八重千只阿米以下的粉妮娜 醒修北的莫娜底西亚等也是可以用的 好的本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